这一期的主题呢就是 在罗杉矶 35万美元 大概买什么样的房子呢 我在 昨天呢已经帮他找了一下 在35万通常的话 你买不到house的 只能买到condo 就是或者 国内叫所有的连排别墅吧 就是 都是两房 我们今天看在罗兰港 在钻石八 在奇诺港 然后这三个地方要砍 砍都是 都是35万左右 也只能买到 两房的一个连排的condo 现在是 洛杉矶少有的雨季 这个雨下来还是真的不小 我们现在去看第一套房 就是位于罗兰港的 一套公寓 condo 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不到四十万 罗兰港的这边生活还是很方便的 有四五个华人超市 但是这边学区是一般 一般学区八分 但是生活极其便利 行驶零点二五英里后 下转转 我现在用那个导航是谷歌地图 在美国呢 出门开车一定要导航 你就算知道路 然后也是用导航 因为导航能帮你算出来 这个到哪儿 到哪个地方不堵车 到哪个地方多快多慢 非常的方便 本来下这么大雨 我朋友说今天不想去了 但是呢 没办法 给别人约好了 约好了 你再取消也不太好 就现在去看吧 反正也没也没多远 就是顺着罗兰港 钻石帮 奇诺港 这一路看过来 反正三十五万美元 这个预算呢 确实不高 因为这边的房价 普遍呢 你要在罗兰港这边 你要买个五十万的话 也只能买个一层的那种 独栋的 我说是独栋 独栋的也就是 只能买个一层的六十万 只能买个一层的 比较旧的房子 三十五万四十万 只能买一个 原牌的 原牌的康斗 鹤兰港这边的房价 大概大概在八十万 七八十万 买个不错的 house 八十多万吧 看这边右手边 就是这个香港广场 左手边是太平洋广场 就是大中华超市 这边是香港超市 然后168超市 顺发超市 不对顺 顺发超市已经卖了 卖给大中华了 生活非常方便 想吃什么都有 前几天我看又开 拉面 这两天 东部一直下大雪 暴雪都极寒 零下五十多度 所以说洛杉矶还是好地吧 现在的温度也觉得十几度吧 十几度算是比较冷的时候了 算最冷的时候 基本上是 我们看的第一颗房子 就位于这个社区里边的一个连拍的condo 好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第一套房子这儿了 这就是卢兰港的一个tour house 这边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一栋是一个两房一玉 三十七万五 九百二十三平方英尺 也就是九十平方米 这一楼的话是他的客厅一进来 客厅 然后 这边是他的厨房 这是一楼的客厅一进来 然后呢 这边是他的厨房 厨房 然后这是他的院子 他院子比较小 然后那个门呢 进去之后他有车库 两车库 然后一楼这边还有个洗手间 洗手间 然后去二楼看一下 这个房子位置特别好 投资觉得不错 然后这边因为离超市走路都到了 哎呦 有点黑 这二楼 二楼这是他洗衣 洗衣放洗衣的地方 洗衣空干的地方 这是一个卧室 卧室这是独立的一个衣帽间 他没有独立出的洗手间 他两个这两个房子 这是一个卧室的一个洗手间 对 三十七万五千美元 位置不错 这是这个钻石八学区房的这个外观 它是一个两层的condo 但是这个房子是在二楼 其实有一层 还有一个车库 然后旁边有个车位 这是三十七万九千美元 这个房子呢 是学区房 然后可以上 Every Green 小学 钻石八最好的小学 然后这边是他的洗衣房 这是洗手间 这也是目前钻石八市场上卖的最便宜的学区房 三十七万九千美元 他走路可以上钻石八高中 小学初中高中全是十分的 这个非常棒 物业费是三百 三百零五块 好 我们看下一套 这个雨终于停了 我现在来到奇诺港 看这一套 这一套是三十四万九千多 是一个两房的一个连排的 就是condo吧 从这里上去就是在二楼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房子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美元吧 三十四万九千 然后呢 是九百平方多英尺 然后进来之后 这边是他的一个客厅 然后这个客厅非常高 还有一个loft 然后这是他厨房 这厨房 这个房子呢 看着屋框很新 然后这是房东是香港人 然后这是他的厨房 厨房 这可以 这是他的卧室 对 部入室的 部入室的衣帽间 然后这边是他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 这边是主卧 主卧 关门关门 对 对 你们随便看一下 我拍个小视频 对 二楼是有一个房间 对 我们二楼看一下 这是这个房子位于 齐诺港的北边 北齐诺港 学区域非常好 这个房子呢 然后这个就比较简单 然后因为这个门 你看是个推拉的 推拉的一个门 然后这边是个阳台 北齐诺港呢是比较成熟的 这边就有大华超市 有Casco超市 走路就只要十几分钟 但是北齐诺港呢 分价比南齐诺港高一点点 这边的学区也非常好 是九分的学区 所以说35万美元的话 在这边也只能买一个两房两 两房一厅的这种 Condo 齐诺港 钻石吧 核桃 还有罗兰港 咱们都今天看了 35万美元 在这边就只能买一个两房的 Condo 连排在Condo 物业费大概都在300左右 对 300左右 这一期的主题就是 35万在洛杉矶的买山的房子 咱们今天的主题结束了 请 dan健康 请不吝点赞 谢谢 支持明镜与我们来之后 我们来看 我们下文